請講 其他台灣同學有沒有人不知道的 有沒有不知道的 你現在才發現 現在才發現 現在才發現是什麼 國歌 三明主義無到處中 一見明火一見南紅 這個您不知道是什麼嗎 好 這是台灣的國歌 台灣的黨歌 對沒錯 同學 同學有沒有同學 台灣同學你不會唱的 不會唱的給我站出來 不會背 有沒有同學會用眼睛閉上用長出來的 有沒有同學會從頭唸到尾 我告訴你你真的只會唱不會唸 真的 你自己唸看看 好 沒有用了沒有用了 你現在趕快唸都沒有用了 來繼續唸 好 不要唸了 不要唸了 好 我問你 我問你 這個是不是國民黨在黃埔軍校的校訓 那你們從小到大 我就剛問了 沒有人不會唱的 對不對 每個都會唱嘛對不對 每天唱 每天唱 唱出來 你們會唱出什麼東西來 你們會唱出什麼來 唱出什麼來 這是誰的國歌 這是誰的國歌 中華民國的國歌 中華民國的國歌 我先問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國歌是跟負面的東西聯想在一起的 有沒有 國歌 基本上不會跟負面的東西聯想在一起嘛對不對 會跟比較正面的 比較神聖的那些東西聯想在一起 有沒有會跟他跟那個什麼 他跟紀念聯在一起 不會嘛對不對 不會把這個所謂的國歌這個神聖的東西跟我們想像的那個負面的啦 什麼樣的 什麼多批啦 什麼 什麼反加盟之類的 聯想在一起 中國會 中國會 什麼 義勇軍進行曲 就是那個殺人 什麼血啊 奴隸啊 那些就感覺很可怕 現在想在餓服 你終於知道了 很恐怖 他那個是屬於那一種 反正就是把地獄幹掉就對了 殺一個血肉模糊之類的 很恐怖 好 不管如何 這個 國歌 你每天在唱 從小唱到大 你們一個人要唱幾次 兩次 一個人要唱兩次 好 你們算過從小到大唱過幾次了 三萬次了 哇 三萬次了 三萬次就多次 你有沒有想過說這個跟負面的東西聯在一起 從沒有過對不對 那好 這個 跟黃埔俊校聯在一起 有沒有跟國民黨聯想在一起 有 那你們透過國歌 去聯想到國民黨 你們應該把國民黨聯想到壞的嗎 怎麼聯想 怎麼聯想 你透過國歌去認識國民黨 是怎麼去聯想的 怎麼聯想 基本上很難去把國歌跟負面的聯想 那國歌又跟國民黨聯想 國歌又跟正面的聯想 這之間的聯結會是什麼 基本上是正面的嘛 對不對 國歌跟正面的思考是聯想在一起的 國歌又跟國民黨聯想在一起 正面跟國民黨的事實上是被掛到起來了 可是 意思是什麼 為什麼不願意去改國歌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教育的政治化過程 政治化 政治化這個人是聽過他唱歌嗎 你不想這個歌手嗎 真的嗎 好 所以這個就是 到底是有利於誰的政治社會化 我們的教育過程底下 我們說小道大 每天就在講這個 唱這個 到底對誰有利 不要以為我們的政治 現在說 我們要偷個投票 就是平等的 然後那個去投國民黨 民進黨 投新黨 投親民黨 不是這樣子的 他在我們的教育體系裡面 已經在幫你塑造誰是比較好 誰是比較不好 所以在中國的教育裡面 當然是共產黨是第一啊 對不對 中國的國歌裡面有沒有共產黨領導 他沒有 他沒有 好 我聽過但是不曉得你為什麼 好 所以一樣的就是 這個說法 第三種說法 教育制度其實是社會制度的一環 那這個社會制度是優勢階級設計的 所以像我們教育裡面為什麼設計要唱國歌 所以教育是政治制度 影響下的一個結果 政治制度跟教育制度跟社會制度 是優勢階級設計的 哪些優勢階級 他要對我自己有利的 比像國民黨的政治社會化 對他當然是最有利的 聽到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我們的教育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他只是在告訴你 你就好好讀書去找個工作 他其實還有很包含很強烈的 意識形態的教化作用 包含去支持哪一種問題 好 看一下 OK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裡 我們下課 那個大家就會回頭考慮 下禮拜三 我們會把後面的教育部門講完 就我們繼續講完 這個問題 好 下課